158 南國早報2015年7月17日報章 A19 互動市民之聲新聞微評 廣西新聞掌名專欄 關鍵詞騙局再延說是創新 實惠創新廣西微科技有限公司宣稱 再繳納3.8萬元、5.8萬元等相關費用後 客戶將通過關鍵詞被搜索快速支付 廣西各撤區市都有人投錢進去 結果發現被騙了 但報警後 警方表示 確有該公司 但難以證實詐騙事實 不予立判 長見本部昨日 A1.9板投資者花錢認購 A開發公司隨後消失 但南國書生 新型的詐騙方式 顯示法律在這方面的缺失 打著創新的名頭 其實乾的是為自己創新的勾黨 阿擁成雪松 時不時搞變相傳銷 灰塵滾滾路難行關乎民生 期待整改南寧市江南大道陽美古鎮路口 往青川大橋段的半幅路損毀非常嚴重 有的粒坑有十二厘米深 灰塵滾滾 沙石殺流多 灰塵滿天飛 超載大車額為路面 完善很多地方坑話不平 這段路路面損毀已經有三四個月了 但一直不見有關部門來管 長見本部昨日 A1.16板車輛駛過陰陽路 一茄灰塵滾滾來 口行臨出滿 影響出行 關乎民生 期待整改 包屁宿跡為撥 哪個地方有很多大貨車通行 患有泥頭車經過 有些大貨車下了青川橋景逆行 大南百越藏族人家 一些路難得沒人管 該不該追責 以上評論均來自南國早報網新聞互動版塊 及南國早報新郎 騰訊官方微博 歡迎讀者 網友通過上述渠道對南國早報新聞進行點評 南國早報新媒體專員黃繼鵬整理